Hello 各位朋友,歡迎來到高達老母 Welcome back to Gundam 老母,可以去打交代老母 這部莎莎比的前期營,我用了兩個二十抽 其中一個是半價十抽 抽到這一隻,同時間有種了93FF New Gundam 不信就可以看回我之前那一天的直播 這部機...七、八Course 真是...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吧 機體說明,大家可以自己暫停看看 強化清單到最後的步驟,就是加格鬥修正值5 連同之前的級別,加1,加6 亦都是七、八Course 或者四星機來說 非常少數...是不是四星呢? 不是,三星而已 非常少數,七、八Course 的機器 到最後的這個level,不是加那些沒鬼用的東西 什麼防止被人偷啊 或者支援炮火,損害減低 沒有這些東西的 所以其實實用的這個 我們再看看技能 突擊推進有level 2 高性行平衡1,少了一點點 如果去到七、八Course 希望它是level 2 戰甲,再加上防爆 這些是突擊的基本裝備 強噴level 3,OK的 格鬥連擊有三下 這個不錯,有動力加速 不過只有level 2 控騎士應該是level 3 重擊level 1 腳步減震level 3,OK的 空中控制,但不要空中格鬥 這個是差一點點的 會有level 2,可以滾兩次 損傷控制是盾牌的 但它也有這個損傷控制有level 2 算是不錯的了 難被人打停的話 就是說你有機會 很容易被人扣多些能源 這裡就自己要小心了 有特殊緩衝素材 其實是牛油炮的部分 還有腳也有level 3的腳甲 另外講講精神感應框架共振 去到30%來戶下 那個lock的時間 就要縮短一半 待會我再講講這個 有什麼好有什麼不好 另外,我們看看本身體質 它就是強盤 綠備色勝,不是宇宙色勝 大家都很少打宇宙的 都對的了 看看它的平均防御力 如果它是實彈的防御力是偏低的 7、8COS來說 都起碼20到尾 但是它只有18 建議大家一定要加一加 不過在7、8COS的環境 很多都是用光槍的 有點尷尬的 大家看到強化清單 都看到這部是格鬥向的 本身的格鬥修正值已經是40 再加多些格鬥 讓它看看能否去到60 移動來說 130算高 高速移動有230 都算相當不錯 只是那個推進器 只有75 就少一點 回轉都還可以 武器這一支 有400距離 過熱率75 都算是不錯 有2500傷害 但是它過熱時間 有15秒那麼多 都算是很久 集速3秒普普通通 威力算不錯 我們等待再試 有兩個格鬥武器 雙刀 但是它的攻擊距離比較短 而這個單刀斧頭 攻擊距離就長很多 儲物是會用這把刀的 另外這個腰炮是不需要儲物 而且可以一邊飛一邊射 挺好的 Follow這個可以一邊飛一邊射 這個集速火刀還可以 盾牌的飛彈一夜射三炮出來 詳細我們這一間再試 根據這個體質 我就有以下的組合 要補強那個實彈裝甲 整體的防禦率去到30以上 等它的防禦效能會正常一點 格鬥的修正值就盡量推 加一個LV5和LV4 去到63 剛剛都說它的噴射差一點 推進器不太夠 加到85就正常一點 而且重點是加血 LV3的新型骨架加1200 還有骨架加700 總共加了1900 去到接近25000的水平 因為剛剛說 它有個技能是損傷控制 你就預計要衝 很多東西都硬吃 另外再加多一點雷射防禦 剛剛說了700個都是吃雷射的 至於我的快捷鍵 就是這樣設定的 都是一般的東西 準備好嗎 好了 進來機體測試 我們先試一下基本的東西 1 2 3 4 5 6 7 其實可以去到8下 它的強噴效果不錯 但大家可以看到 回復速度相當慢 先試一下它的移動距離 加到85 它的移動距離 大概可以去到8至9點左右 有的 急回海可以兩下 我們先試一下跳躍的射擊 這些應該沒問題的 腰炮 Follow Call 流油炮 空中流油炮 還有盾炮 還有盾炮 空中射擊全部都是沒問題的 另外試一下趴下 主炮通常都沒問題的 腰炮一定不行 盾炮 沒有問題的 Follow Fall 一趴下去就沒了 牛油炮 趴下去也沒了 大家留意 我們試一下武器轉換速度 主炮和腰炮差不多 主炮和兩個格鬥武器 都是差不多 不是差很遠 只是差很少 另外兩個牛油炮 反而Rush會慢一點 所以建議大家先用Rush 而這個盾炮呢 快一點點 整體來說都OK 我們試一下 攻擊的距離 這支主炮是有400的距離 來到這裡沒了 再儲炮 看看可不可以去到450 似乎可以超過450 不過打不中 腰炮比較短 應該是250左右 而盾炮呢 去到300 差不多 而兩個牛油炮呢 去到300左右 就沒問題的了 都是鎖不到的 都是比較近 才可以鎖到 或者打到敵人 這個主炮插槍呢 可以做到貫通效果 而FollowPo呢 一般來說 都可以做到貫通的 而這個牛油炮呢 就可以亂射 小範圍的敵人 全部都會中 盾炮呢 如果射三下 都可以暫時打停 不過實際打的時候 又不同 去到我最喜歡的重擊了 嘩 爽啊 再加多下格 真是爽到爆 剛剛說呢 都有一些武器可以一邊衝一邊射 這個FollowPo呢 就可以的 另外呢 腰炮都可以 大家留意了 其他那些都不可以一邊衝一邊射 再跟大家試隔頭武器的攻擊範圍 N格呢 這個是不夠長的 反而呢 這支虎的刀呢 就可以了 非常大的範圍 試了左右格 都是不中的 反而呢 這個刀虎的呢 真是非常不錯 哈哈哈哈 組合技來說 都是相對簡單 你打停完之後呢 可以再打停 建議呢 都是用回這支刀起手 用再轉虎刀 再轉這個 三個下格呢 都給到非常之不錯的傷害了 最後呢 這個草野呢 是不可以空中釋放的 大家留意 片頭都說 有很多東西想說 是因為呢 今時今日 被你抽到一部 原生七八Course的機 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為了錄這支影片呢 其實我玩了很久了 但是呢 玩十次呢 幾乎是九次半都輸了 就是 只是為了這支 我應該輸了100分左右 已經跌回到A 我都不太明白 就是 很多A加那些呢 我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說回這場戰鬥先 那 Follow4呢 那個密集射擊 還有那個傷害呢 是非常之好的 那我建議大家呢 就是多一點 好像這樣 一邊飛一邊射 這樣用 出到我們效果非常之不錯 那 還有我多數呢 都會用回主炮 去儲力射擊 那 可以貫通 又打得夠痛 這個位置呢 反正有兩個同伴在上面 就鎖住他先 不過呢 記起不可以一邊飛一邊放 但是來到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我們呢 我們呢 只剩下三個同伴呢 已經是被敵人重複包圍 我只可以 蹲在這裏 飲去打 大家呢 留意這裏 其實呢 2號是斬得好地地的 那隻4號呢 就要砍一刀下去了 唉 你看 但是他死了 躲住了 好 本來是沒有東西的 大家應該走得掉 來到這裏呢 都是殘血的了 搞不定了 2號已經退走了 退了上去 那我這裏呢 打算遠射又射中了盾 旁邊呢 敵人都已經來到 就是這些這樣的 給隊友Fanfire 斬停呢 真的在700呢 是 出現的次數呢 是真的多過其他地方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那這裏呢 打停了敵人呢 其實就可以慢慢落刀 跟著我又 被 4號 打停了 不知是下膠 還是中他的散彈 真的 氣死 那 最好呢 遠離這個 同伴呢 是最好的了 那 我跟這個2號呢 都還夾到的 但是 跟4號呢 4號呢 永遠沒有同伴跟他夾到的 真的 頭都大了 那這裏解決了他的防禦 解決了他的防護罩呢 然後就可以落到 那 看到這支援機呢 那當然是瘋狂的 大家看著 又被 後面的4號射停 這裏有沒有搞錯啊 我已經是很大份的了 你真的 用散彈打算射條 那射過 不是吧 這裏呢 又是這個 這裏呢 就見功啦 我覺得是 挺OK的 不錯的 而且呢 這個牛油炮的速射呢 來到很遠呢 其實他在做 工作的 相當不錯的 那 主炮 然後腰炮 再主炮 輪流射 射停隊友 不對 射停敵人呢 就等隊友可以補刀 那我當然呢 最後一擊 就做這個 那旁邊這個 同盤呢 都是最多不錯的 那但是呢 大家見到 又是4號 真是瘋 我打了10回合 裡面呢 幾乎每一回合 都有這些隊友的 那這裏呢 基本組合 射停了他之後 再用U炮 再射停 就落幾個下架 那其實呢 我一路打的時候 一路中 那個 FF 殺殺比的 伏牛炮 所以這裏不幸 了 風中打中他呢 他竟然呢 是低過30% 又打不停他 讓他落地呢 繼續落到 那我都 前後左右都有敵人的了 走不掉的了 來到這裏呢 啊 我其實 剛剛好時間呢 拿個防戰炮 再落這個閃光彈 只要呢 我好同伴呢 落多個防戰炮呢 其實他已經是爆的了 但是呢 大家不知能否留意到 飛走了 同伴呢 又是死亡 因為 氣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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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燈 在敵人中間呢 就 出來之後呢 想著 喂這個反格啦 但不知為什麼呢 最近打呢 那些反格呢 是永遠不中的 他又打不到我的血 其實我的反格倒的嘛 但是呢 就是 那個反格範圍小得很離譜 那 來到這個位了 那 那 沒有得搞了 那就退後一點點 再儲物 來到這個位呢 就見著這個NEO GUNDAM是落到的了 那我要儲物 那可惜呢 第三下就打不中 那 前後有敵人了 那 我們幾隻呢 就走到正確的位置 包圍了他 那 跳起的時候呢 就釋放了牛油炮 由他自己做事了 那 那 集中火力呢 對付這隻BENCHE 那 那 不要浪費啊 下刀先 哈哈 三中二號了 不過我又忘記按 不好意思的 那 又來了 這隻34FF 我就可以 從這樣呢 再做多一次 這個combo 反正呢 這次慢了少少 那 這一下呢 錯了 幸好同伴呢 遠處幫我打停了他 對啦 上面那隻Russian Solo 那 那來到這裡呢 這個就 最後一隻敵人都爆了 還有1分半鐘 那是時候去加能源 那 贏得少少少 千多分 真的不是太多 那 30秒 加少少能源 那就知道 就是 不要太薄了 剩下1分鐘 那 離遠射 這個射擊範圍都射到的 但是 因為中了別人的FINFUNNOW 那 扣得好少 那 已經進入了別人的射擊範圍 我都要 稍微移動一下 那 那 中了 FF SASA比的牛牛炮 那 這裡有一隻 就盡量射射 最多不停下 但是 左邊有一隻 就已經是落搭的了 誰知道 又是2號和4號 這兩個 究竟差點刀尾 那 我這次真的不客氣了 這裡我想反隔 但是距離太遠了 沒辦法做 那 真是 激鬼死的 那兩隻 不斷爭到 不斷連入刀 這樣 射下射下 其實很快 都可以收拾到一個敵人 不過 去到這邊的7-8坡上 A加 都是這樣的 不過 這裡 失足掉落地 否則 應該可以收到 那隻 女妖的頭 不過 OK了 遊戲就來到這裡了 而這種情況 哇 真是 搞到我輸了一百多分 我真是瘋了 真是 真是生氣到核爆 所以呢 現在 今時今日呢 讓你抽到這個7-8cost 的原生機 即是 都不要亂去打7-8cost 真的 太多好隊友了 好了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KTX測試 和直播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